我们上次直播有一道非常厉害的食谱 每一个人听到都说 这么厉害的食谱 肯定很好吃 而且都要求食谱 那我们本着慈悲的心肠 当然就是有求必应 这道食谱那么多厉害 当然 就不是由我来做 我们今天有我们漂亮的Amanda 我们的营养师 来和我们分享这道食谱 这道食谱的名字就叫做 黑豆巧克力蛋糕 蛋糕 不是很肥的 明明你知道我在减肥 所以这个蛋糕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食谱 怎么说呢 它的卡路里很低 淀粉很低 而且高蛋白 这么厉害 怎样做 分享一下 所以它是吃不胖的蛋糕 可是非常地简单 那材料要准备些什么呢 材料都是使用最很天然的材料 就包括说我们有三颗鸡蛋 然后就是这个黄糖 然后还有这些香草精华 就是Valina extract 然后我们有这个黑豆泥 这个最重要的角色 当然有海盐 泡打粉 然后你看到我们只用了半杯的 这个全麦面粉 难怪不容易怕 真的 然后就是这个有机的可可粉 全部都是没有糖的 这个有机可可粉 好 那第一步骤要先做什么 要先混合什么 那我们要先把湿的那个材料给混合在一起 湿的材料包括这个三颗鸡蛋 三颗鸡蛋 对 然后还有这个黄糖 黄糖其实只需要四分之一杯 当然喜欢吃甜的朋友可以多加一点 然后这个是香草精 然后这个黑豆我们等一下才加进去 就这样子 我们就 等一下 这个东西我来做 这个应该是难我不倒 我有经验 好的 那我们就交给你吧 好 然后另外一边我们就把干的这个材料都加进去 比方说可可粉 好 我觉得我太有天分了 我不做家庭主妇真的是晒晒 然后我们有这个全麦粉 泡打粉 然后打粉一个小茶匙就够了 一点点的海盐这样子 好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干的材料 也搁混合在一起 那我现在这样子打算是均匀了吗 还是要继续再打 坦白说 还做得不错 你看 是不是我都跟我的同事讲 我这种就叫做入德厨房 出德厅堂 很常有这样的人才的 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 看到吗 湿的材料都打得七七八八了 然后我们就把湿的材料放进去干的材料 然后就把它混合在一起 可以 现在可以放 然后慢慢地倒进来 要 慢慢地倒进来 慢慢地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全部的材料 混合在一起 好 那么我们搅拌到差不多的时候 如果发现到说我想要的口感 比较好一点的话 我还可以再加一点椰子油下去 加椰子油就比较健康 切到比较耐高温 所以我大概是要一个四分之一杯左右 然后到最后差不多了 搅拌成叶状的时候 我们最后就把这个黑豆泥给夹下去 谁讲健康的不好吃 好吃的不健康 我们现在可以吃得健康又好吃 然后准备的功夫也不复杂又容易 是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材料 其实都是非常地天然 而且用的淀粉真的是超少 你看 这么地好吃 是的 你的老公每天都要回家 吃你所烹饪的这个美味佳肴 可能饭后甜点又可以来一点 我们这个黑豆的这个什么 什么名堂 黑豆巧克力 黑豆巧克力蛋糕 其实小朋友会很喜欢 因为他们根本吃不出黑豆的味道 对 小朋友挑食的话 这一道特别适合 是的 因为如果你要他们吃那个黑豆 喝那个黑豆汤 他会跟人家说 我不要吃 我不要吃那个味道不好 但是现在你直接把它做成蛋糕 就大概是这样子 这样就完成了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开始 倒进去那个模具 然后准备拿去烤 所以就是放进烤箱大概是15分钟 对 如果是烤箱的话 是180度15到20分钟 那当然也可以放进冰箱 特别是我们的冰箱冰箱 无油无烟 又不用看炉火 就有美味的蛋糕可以吃了 好香 果然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吃了 还没有 还不可以吃 当然是还没有 因为蛋糕就一定要漂亮亮亮的 好 要漂亮一点吃 来 来 我们可以 之后 我们可以加一些蛋糕在上面 怎么做 来 我们就有这一个巧克力酱料 那么巧克力酱料也是用椰油 一些蜂蜜跟可可粉所调出来的 所以我就等下就把这个酱料撒在上面 然后你就放一些坚果在上面就可以了 行 没有问题 连酱料我们都可以做得那么的健康 真的 对 因为在外面就是我们买的 通常酱料在上面的都是比较甜一点点 那些都是加了很多糖 还有很多油的那些汁 这样就完成了 这么的简单 真的 来 我们可以来 一起享用了 来 不要客气